近期特首梁振英選擇性地接受了三間傳媒機構的訪問 說自己願意溝通,民生工程上了軌道 但外間有聲音,懷疑他似乎為競逐連任曝露 還說現任特首在職爭取連任,是有不公平的優勢 今早梁振英這樣回應 基本法及其他法律亦沒有規定行政長官或其他官員不能在職參選 是否沒有法例規定,還是他不認識,又或者想特事特辦呢? 令特首辦在傳媒追問下,兩小時後就要出稿澄清 說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,公職人員即包括高官 都不能獲得提名做特首候選人 是否有意各族連任,梁振英說未有決定 不過我提議他先看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最新民調結果,他的民望得分是36.2 創了任內的新帝